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久而迷新 那么 我国最早的弓箭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 又有哪些历史人物为射箭运动的发展完善 起到了关键作用呢 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泉 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 古来运动有达人第六集 有地方是说射箭 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一种 借助工学的弹力将箭矢发射出去的投射运动射箭 一提起射箭 大家会想起现代奥运会当中的射箭比赛 其实呢 发展到现在的射箭呢 已经成为各国竞技运动的主要竞赛形式之一 那奥运会中的射箭呢 是一种什么形式呢 是射程为70米 主要由个人赛和团体赛 而且一件是着把的位置和程度 来计算每个人的每个团体的积分 射箭呢 在中国古代 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在这之中呢 也演绎出了许多射箭明星 以及有关对射箭进行基础总结的好多论述 霍路一射九日落 交路群地参龙峡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 在回忆开语年间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时 写下的一句诗句 他这里边叙述呢 说公孙大娘的舞字呢 就路一射九日般旋转 就路群地参龙般飞翔 那这个一射九日是指的什么呢 据说在中国的上古时代 唐瑶时期 天上呢出了十个太阳 在危害民间 这个时候大地被烤焦 许多林间河里的野兽呢 要跑出来危害民间 面对这种情景呢 唐瑶就命令游穹市的国君 厚仪前来处理这件事 那厚仪怎么做的呢 文献记载说 上射时日而下沙鸭鱼 断修舍于洞庭 请风琴于桑林 万民皆兴 后裔呢 把天上十个危害民众的太阳 射落了九个 同时呢 把水中林间 危害民间的野兽呢 又射死了 然后天下又太平了 这也说明呢 早在远古时期呢 射箭都成为人们 很神圣的一种法宝 为人们立功建业 射箭呢 一般是由弓和剑 两部分做成的 弓呢 要包括弓壁和弓弦 弓壁是用脚 用木 或者是用铁等等的制成的 那弓弦呢 一般用什么 用生牛皮 用牛筋制作的 至于箭呢 是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箭头 还有一个是箭杆 箭头呢 在古书上也称为足 或者是施 我们考古发现可以知道 最早的箭头是石头制作的 后来包括青铜 再后来铁 箭杆呢 一般是竹子制作 后来也由木头制作 也由芦苇制作的 这是箭的构造 那我们的箭 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 1963年 在山西的市渔村 考古工作者 发现了一座 距今两万八千多年前的 旧石济时代遗址 而且就在这旧石济时代遗址里边 出土了一件 非常精致的石箭头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说 这是发现的最早的石箭头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箭的要求 对箭的技术 特别是箭的制作 都提出了很高的标准 西汉时期的韩英 在他的《韩世外卷》里边 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的齐国齐景公 想要制作宝箭 他从蔡国请了一位 制宫的工匠 为他制作射箭的 这个弓和箭 经过三年努力 这位蔡国的工匠 把齐景公的弓箭 制作完成了 完成告诉齐景公以后 齐景公非常高兴 当时就拿出箭来 对着一副青铜铠甲射去 可惜连三片铠甲 都没有射穿 当时齐景公主大怒 要杀死这位制宫的工匠 就在这关键时刻 工匠的妻子赶来了 他对着齐景公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这个工 是利用泰山南辫的 具有弹性的折磨 进行制作的 用这种原材料制作的弓箭 他不至于能够射穿 三片铠甲 说到这里以后 他就讲述了这番射箭道理 他说 腹射之道 在手若腹之 掌若窝卵 四肢若断短杖 右手发之 坐手不支 此盖射之道 这意思是什么呢 说你射箭呀 就在向右手 敷在树枝上 手掌呢 此握着一枚鸡蛋 发力的时候 若遮断短棺一样 那把绝断 当时射箭的时候 右手发之 那坐手呢 就感觉不到 说这才是射箭的道理 所以这位工匠的妻子呢 对七警公 讲了一番 这位工匠的制作的材料 同时又讲解了一番 射箭的道理以后 这位七警公 就按照这位 智工匠的妻子 所说的大弓射箭 最后 竟然把七层的青铜铠甲 给射穿了 这说明当时的制箭的工艺 是非常高的 同时更说明 射箭的一些技术要领 必须掌握得好 才能达到射箭的功效 在尊崇礼乐文化的先秦时期 射箭 作为周理规定的六翼之一 是当时文人雅士的必修课业 这种由狩猎技巧 演变而来的运动形式 凭借其发而不重 反求诸己的谦和与内性 成为了修身养性 培养君子之风的重要方式 也由此衍生出了 众多的规则制度 那么在周理之中 对于射箭的标准 进行了怎样的规范 孔子对于射箭活动 又抱持着怎样的态度呢 到了周代 在周理书中就记载 凡是身体正常的男子 都必须射箭 书中记载了 人们必须达到的 五项射箭标准 哪五项射箭标准呢 第一项是白尸 白尸呢 就是顾名思义 要求射出的箭 要穿透靶子 露出箭头 这叫白尸 他强调射箭 要穿透力 这是第一 叫白尸 第二呢 是参联 参联呢 就要求射箭的连续性 箭在射出第一箭之后 放在手之中的三支箭 要连珠射去 要讲究射箭的连续性 和准确性 这是基本功的训练 第三种是炎柱 炎柱就讲究 箭射出以后 要有一定的水平线 直射箭把 这讲究射箭的平衡度 第四呢 就是相吃 相吃的意图就是 在射箭过程 你的手 你的手臂 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度 只有手臂 保持一定的平衡度 你的射出的箭 才能准 才能有力 第五呢 就是井仪了 所谓井仪呢 就是你射出四支箭 四支箭重把以后呢 要在箭把子上 围成了一个井字形 这讲究 在射箭过程中 既讲究它的准确性 而且又讲究它的平衡性 更讲究它的力度 这是当时的五个标准 说明啊 就是贵族 特别是善舍之人 在这个时候要掌握一套 很高的射箭本领 这五个标准 你必须要达到 除了要遵守 这一定的射箭标准以外 因为当时射箭 在社会上是非常流行的 那既然流行 它就会与西州时期 礼仪形式要结合起来 而当时结合的最完善 最完美的 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流传的一项射箭形 叫什么 叫舍礼 那舍礼呢 在礼祭当中做了规定 一共有四项 一个是大舍 一个是宾舍 一个是宴舍 最后是相舍 这个大舍是天子 诸侯在祭族时举行的舍礼 那第二是宾舍 宾舍什么呢 宾舍是在诸侯朝见周天子的时候 和周天子一块举行的舍箭 那第三种是宴舍了 这个宴舍就是什么呢 周天子跟诸侯大臣们 进行娱乐宴舍举行的一种舍箭 那最后就是什么呢 相舍了 那相舍就是在 平时相大夫举行的一种舍礼 他在周的学校里面 举行这种舍礼 而且这种舍礼呢 一般能够合乎要求 达到标准的人都可以参加 同时呢 在举行舍礼过程中呢 各种老百姓 我可以喜欢 所以这种相舍对整个平民百姓 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它就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们看看鲁国人 鲁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 他就对舍礼非常尊重 而且非常提倡 孔子在论语中呢 他对舍箭呢 发表了一篇言论 君子无所征 必也设乎 即让而生 下而也 其征也君子 是什么意思呢 说君子之间没有什么可征的 要征也是在什么 在射箭上 在射礼上 说先进行礼仪一番呢 然后登堂进行射箭 射箭完了 要下堂 也进行饮酒 这才是征 所以平时之间 其他都不叫征 在射箭上 这才是真正的征 还说 射不住平 威力不通科 古之道也 是什么意思呢 射不住平 就是射箭呢 不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五象 非得要穿透靶子 因为每个人的力气是不一样的 这是古人的道理 这是孔子对射箭的看法 但是我们看看 还有一位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叫列子 列子是正国人 他非常喜欢射箭 但是他要找老师 他就找了一位老师 大教育家 大将军 关一子 他说 我要练习射箭 那关一子说 你练吧 练了第一年 不行 第二年 还不行 第三年 关一子说了 你基本上掌握了射箭的道理 然后 说他掌握了射箭 基本道理以后 关一子 有给他讲解的一番通过射箭而表现出来的治国道理 他是这么说的 说 他说不光是射箭 为人出事 同样的道理 说什么道理呢 圣人不插射网 就每一件事物 他的射网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要总结他 为什么存在 为什么灭亡 关一子 也就是列子的老师 就通过射箭 给列子 讲解了一番射箭的道理 所以说明射箭呢 既是当时一项 非常广泛的 影响大的一项 竞技运动 同时呢 对治国 一些心灵的进化 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 名人大咖 对射礼的推崇 对整个射箭运动的宣传 同时加以射箭运动 在整个社会上的普及 民间也出现了一些 射箭的名人 这里讲的一个名人 就是杨游基 杨游基呢 是春秋时期的养国人 后来的养国呢 被楚国灭亡了 他就成为楚国的一位大夫 司马迁的史记呢 对杨游基的史记呢 做了介绍 司马迁在史记中 是这样说的 出由杨游基者 善舍者也 去柳叶摆布而设之 百发而百中之 作有观者数千人 监阅善舍 就是说呢 他立柳叶摆布 能够把柳叶 作为目标进行设计 而且美设必重 作有好多人的围绕观看 都说这个人 射箭的本领非常高强 我们现在所说的 百发百中 就是与杨游基 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说明 这个时候的射箭呢 在整个社会上 影响很大 你看看 作有观者数千人嘛 所以说 一个名人在射箭 那个时候 老百姓就非常热爱 然后蜂拥而来 进行观看 春秋战国时期 北方的少数民族 他是以射箭立业的 而且少数民族 还有一个特点 喜欢骑马 骑马射箭 在当时少数民族当中 非常盛行 但是呢 在战国时候呢 整个平原地区 特别是战国初期吧 很少骑马射箭的 当时北方有一个赵国 赵武林王 他看到他的边境 林湖 楼梵这些部落呢 经常吸扰赵国的边境 而且吸扰 用的工具是什么 骑在马上射箭 他就说了 我们赵国 能不能把少数民族的 这种射箭技学过来 因为当时呢 赵国 包括中原地区 穿着什么呢 上短衣 下长盛的服装 这种服装 起马射箭 根本不适应的 而少数民族 穿着什么呢 真一袖短装 所以说呢 赵武林王呢 就在赵国 提出了 护服骑射 这种改革 他就把少数民族的 穿真袖短装 骑马射箭 这种技艺学过来了 经过改革呢 就 变护服 系骑射 最后 整个赵国上下 就沿袭着 能够骑射的这种技艺 最后呢 北方朝鲁民族 也不敢来侵犯 赵国的边境了 所以 中国传统的射箭 除了布射 这个时候 又有了骑射 上周时期啊 射箭 除了在 一般的贵族当中 在一般老百姓当中 在学校当中 流行以外 军队中的射箭 是一种 很重要的技能 从春秋 一直到战国 一直到秦汉 那我们看看 在秦始皇兵马俑 二号坑中 就出土了 大批射箭俑 两种 一种是战力射击的 一种是跪着射击的 而且据统计 在二号坑中 发现了 三百三十二箭 它组成了 秦兵马俑 中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 射箭军阵 这说明 这个射箭 在秦代的军队中 是一个重要的兵种 而射箭已经完全地 融入了军事训练 和战争之中了 公开如秋月行天 剑去似流星落地 从养游机百步穿阳 到赵武陵王 胡扶骑射 从吕凤仙原门射击 到掌孙胜 一箭双雕 一位位射箭达人 为弓箭的普及和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短兵相接的 冷兵器时代 张弓搭箭 箭无虚发的神箭手 也逐渐成为战场上 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节点 出其不易的一箭 有时甚至可能 左右历史的走向 那么 在中国历史上 还出现过哪些 以箭术闻名天下的 风云人物 在他们身上 又发生了哪些 与射箭有关的趣事呢 那讲到军队中盛行射箭 军队的将官 肯定对射箭也非常熟悉 而且具有极高的异能 西汉时期呢 有一个射箭名将叫李广 他经历了汉文帝 汉景帝 汉武第三世 这个李广呢 是当时在北方 抗击匈奴的时候 是一位名将 汉书呢 还记载了李广射箭的一个曲文 广出列 见草中时 一位虎而射之 众时莫尸 射之 射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李广有一次 在狩猎过程中 突然发现前面一只老虎 他就下意识地拔出箭 大弓射了进去 李广的随同呢 过去一看 非常失望 告诉李广射 报告主帅 那不是老虎 是什么 是一块石头 李广过去一看 确实是块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 李广射出的箭 竟然深深地射入石头之中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李广的射箭的技术 高超 勇力 同时也说明 汉代的箭呢 威力无穷 大家知道 唐代还有一位名将 叫薛仁贵 这个薛仁贵 也是一位射箭能手 在历史上留下了 三箭顶天山的壮举 公元662年 唐军呢 与突厥对了一个天山 这个时候呢 土厥首先派员 发起了进攻 而薛仁贵应声出战 首先射出了三箭 把敌人的三员战将 射落马下 土厥这时候惊花了 然后薛仁贵 指挥唐军进攻 并申请了土厥 为业护三兄弟 这次大战以后呢 土厥呢 全部撤退 不敢再侵奋边境了 而这次大战以后呢 在唐军中流传着 这样的一句话 说将军三箭 顶天山 战事长歌 陆汉关 所以凭着薛将军三箭 打退了土厥人的进攻 守护边关的将士们 可以唱着歌 返回家乡了 因为射箭 在军事战争中的 广泛应用 所以许多军事家 从战略的角度 从军事的角度 从战术的角度 对射箭 也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明代 齐济光 作为一个军事家 他在带兵的过程中 就对射箭 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齐济光 在他的技巧新书中 是这样总结的 说射箭要前手入推泰山 后手入虎尾 就是说在射箭之攻的过程中 前手发力像推泰山一样 后手就像拉着虎尾一样 前后都要用力 同时要慢开弓 即放箭 这是指的手法 你开弓的时候 要慢慢开弓 放箭的时候 要一箭射出 依其助力 此手法也 所以齐济光 对军事当中设计的总结 除了手法的总结 还同时对职工的方式 力量的应用 做了全方位的总结 由早期获取生活资料的 一种基本手段 到后来 作为人生礼仪的一种标志 再到后来 作为军事战争中的一种工具 再到体育比赛中的 一种运动项目 射箭在人类的发展史上 作为一种标志 是影响深远的 建立北魏的先币托巴族 他是启示于北方的少数民族 北魏的历代的皇帝 都与射箭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北魏的历代皇帝 往往利用射箭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同时震慑一族 在历史上 北魏太吾帝托巴陶 文成帝托巴骏和玄武帝袁克 都通过射山爷的方式 来展示自己的射箭技能 公元435年 魏太吾帝托巴陶 出行返回大同的过程中 在行刑间赫碑一线的毛尔岩下时 通过射箭展示了一番射箭的技能 据说他的箭寓于延山三百余步 太吾帝的箭超过毛尔岩之后 有三百多步的距离 所以当时随行的数百名将士 纷纷要跟射方校皇帝 进行射箭 但是谁都没有达到他的高度和远度 随后呢 为了纪念太吾帝的毛尔岩一社 就在河北一县这一带 设立了一座东巡碑 公元461年和公元502年 北魏的文成帝和宣武帝 都有过如此的壮举 而这三位皇帝在射箭后 所立下的一座座石碑 被称为御射碑 在射箭运动光泛普及的基础上 以射箭为代表的竞技比赛 也出现了 而且出现了讲碑赛 卑微小五帝时期 为了推动射箭比赛的开展 往往在洛阳的花林园 举行射箭比赛 而参加者有大臣 还有地方的臣熟 这一年 进京奏事的浦阳王元顺 参加了这一年的花林园之社 在由十余位大臣参加的轮射中 这个元顺第一轮 就射中了百步之外的 一个剩有两生九的银背 元顺当然高兴啊 皇帝也高兴就把这个奖背赐给了元顺 同时呢还赐给了元顺许多 丝博等物 那元顺就高兴了 仍于剑孔处 注意银头 租刀金莲 就是说呢 在被剑射中的地方 补住了一个租刀金莲的童子 手之滑拙 随了背上 蓄其射弓 就是元顺呢 同时把这次射箭的经历 包括皇帝的奖励 在杯子的后部 用文字的形式 柱上来表示纪念 这个元顺获得银背的记录呢 在当时影响很大 在史书上也做了记载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射箭史上 第一座奖杯 晚功当晚强 用剑当用长 对于射箭技术的掌握 一直是习武之人的基本技能 因此为国家选拔军武人才的无举考试 在开创之初 便设立了多项与射箭有关的考核项目 这些考核项目的设立 不仅对射箭运动的规则形式 有了进一步的规范 更是让射箭之风在社会上盛行 甚至一度将其作为 对外交往中的重要环节 那么在无举考试中 对于射箭技艺 有着怎样的具体要求 在火气盛行的明清时期 逐渐退出战争舞台的弓箭 又将扮演起怎样的角色呢 请继续收看有地方时说射箭 北朝人膳射的传统呢 推动了隋唐两代射箭的发展 除了在军事战争中的应用 除了竞技比赛以外呢 同时还把射箭作为 平平人才的一项标准 大家知道公元702年 武则天首创了武举制 也就是一乌选拔人才的制度 在无拘之中有九项考核的标准 哪九项呢 史书有所记载 有长舵 马射 步射 平射 捅射 又有马腔 鞘管 服众 身材之选 这九项标准大家看啊 其中有长舵 马射 步射 平射 铜射 就是五项是以射箭来考核人才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射箭在当时的五一考核中 它占到地位是非常重的 长舵就是将五个靶子立于这个城墙的舵口 考核者就是坐于105处 然后呢 射击三十箭 这样进行比赛 这是一种坐射的方式 马射是什么呢 那顾明斯有七码设计了 七码设计立在矮墙上的两个路行靶 步射呢 是人在移动当中设计远处的草人靶 按照射中草人靶的位置来计算成绩 第四是平射 这个平射呢 基本上跟长舵一样 但是呢 长舵是坐在这设计 平射呢 是步行 同时也是设计三十箭 也是考验设计的基本水平 还有桶设 那桶设就比较特别了 是怎么做呢 桶设是将箭置于一个小桶之内 而这个桶呢 系在英考人的手臂上 每当考试之后 这个英考人就拉动机关 箭就会射出来射中靶子 所以说 长舵 马射 步射 平射和桶射 成为当时五局考核人才的五个重要标准 宋代呢 人们对身体锻炼是非常钟情的 民间对于以射箭为标志的 这项身体运动格外的重视 在北宋时期呢 在北方地区 民间就出现了好多弓箭射 这类组织呢 在北方的各个州都存在 据说有六百多个 而且进一路弓箭射的射箭人员 有三万多人 到了南宋 也出现了弓箭射之类的组织 叫射弓他奴射 还有射水奴射 当时陆射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什么标准呢 叫武艺金属设放先席 所以你达到武艺金属的程度 对射箭的各个要求比较熟悉了 你才能有资格进入这种射水奴射 射弓他奴射 所以说这是民间的射箭 是一个推动作用 而且这种弓箭射的出现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射箭 为基础的民间专业协会 两宋时期呢 北方存在着七单族简历的辽 和女真族简历的金 而且金和辽都是以善舍为业的民族 所以说呢 他们在建立以后呢 虽然与宋保持着实战实合的状态 但是射箭技艺的交流呢 还是很频繁的 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与军园院舍 在宋徽宗时期举行的一次 与军园院舍比赛当中 北宋派出了一位名叫和冠的射箭壮士 与当时辽的使者进行比赛 文献记载说 辽壮士当时非常骄横 但是呢 宋的这个和冠先出箭 和冠呢射出第一箭之后呢 当然进行射击第二箭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一箭射偏了 这个时候 辽的使者就非常藐视地说 看来你的射箭水平也就如此吧 这个时候和冠微微一笑说 非也一离让克尔 说不对 我是在让你一下 说吧 和冠重新搭建之宫 对着箭拔一箭射去 射中了箭拔 当时宋徽宗也在场 看到和冠这一表现呢 辽的使者目瞪口呆 而宋徽宗也非常高兴啊 就马上对和冠进行了奖励 在辽金之后的园 也是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 也是以公师定天下 园还有一项具有传统特色的设计 叫什么 叫射流比赛 每次射流比赛之前 把一个柳枝 柳枝的立地数寸之处 削去皮 然后插在马球场的两侧 比赛的过程当中 按照孙彼高地骑马轮流直射 其中以射穿柳枝的白茬 而在柳枝没有落地之前 骑马赶到班 柳枝接起来这是冠军 但是你射中白茬以后呢 柳枝落地你没有接起来 这是亚军 当然这两个你都做不到的话 就以失败而论 所以这是原盛行的一项射击运动 叫射流 元代还创立了一项射谱的制度 而射谱当中一项最主要的比赛 就叫射狗草 射狗草呢 是元代一项国素 这个名字不好听 但是确实在元代 作为一项国家的礼仪存在的 每年12月在大东 也就是北京的西镇国寺内举行 届时呢 就用树枝和草扎成人形和狗形各一个 比赛开始后 轮流射击 当然这种比赛具有一定的仪式作用 但是呢 它具有射箭的规程 还有射箭的奖励 还有射箭的各种的要求 所以也是一种比赛形式的射箭 随着火器的盛行和冷兵器的退出 射箭比赛呢 作为一种选拔人才和比赛的形式呢 越来越盛行了 明代呢 曾经创立了一种越射制度 这种越射制度就是一种选拔人才 考核人才的制度 明代的越射一般是三年进行一次大越 也是大射 一年进行一次小射 射箭比赛呢 一般是分齐射跟步射两种 而且参与比赛者呢 都是相距四十余步 以免互相感染 而且比赛还有奖励 这是当时考核人才的一项制度 同时呢 也对明代整个射箭运动的发展呢 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这种越射比赛 它是有一定的过程 一定的规程和规矩的 什么规矩呢 文献正文记载 说重低者 明古一报 玉石 兵不关 监视记录 就是在比赛过程中 报把员 要计算你的射箭把数 然后进行报把 而且当时的比赛 分两种 一中是团体 一中是个人的 这两种比赛呢 它的比赛的规程 它的比赛的整个运作方式 其实跟现代我们奥运会所建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基本上一样的 但是它的计分方式和其他的一些标准还是有着差别的 清朝建国以后 一将射箭列入一项贯穿教育和整个国俗的一项重要措施 进行推广 进行普及 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在成多秘书山庄进行的木兰秋贤制度 而木兰秋贤里边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射箭的表演和射箭的检阅 木兰秋贤呢本来是一项乐视制度 在清代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 变成了一项西吴木兰勿忘加发的一项国家的礼仪制度 当时参加的除了汪公大臣 随行的军事 还有少数民族的汪公贵族等等 他们都是整个的木兰秋贤当中射箭的主力 当时的射箭呢有两种射箭 一种是在射列过程中考验射箭者的射列能力 还有一种呢是把明代的乐射制度融入了木兰秋贤当中 比赛一般在秘书山庄的门前建立一个射棚 比赛者都在射棚里进行比赛 同时呢在距离射棚一定距离的二宫门 建立一个射箭靶 这个靶面呢是描绘上一个跑猪形式 当时参加射箭的人员呢进行射击以后 根据射击跑猪靶的情况来进行定品级 总之呢在秘书山庄所进行的木兰秋贤的射箭比赛当中呢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射列为主的射箭比赛 还有一种呢就越射形式进行的射击箭靶的比赛 但这两种形式呢都成为木兰秋贤当中的重要的形式 也就是说木兰秋贤在当时作为一种阅兵形式 作为一种检阅形式还作为一种考核形式 但是射箭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情态晚期射箭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功能在整个的射箭机翼方面有了提高 但是主要是向竞技方面发展 成为至今仍然受大众喜欢的一种比赛项目 感谢观看